很快就回到第二節的動漫廢物 今集的主題就是中國漫畫 下達的紙筆語 剛才侄著氣給你出口氣 我現在侄著了 不好意思 沈哥哥 我以為人物可以分享大家喜愛的章節 雖然香港中文版只推出了兩期 只有舊一章 但當中我覺得有幾個都很特別 我們先說一些人物 人物很少 小宇的一家 小宇的一家 小宇的父親 就是一些修緝古蹟的修復專家 古蹟像 文物的修復者 主要是因為父親的關係來到這個古鎮 剛才也說過 但他好像是父親 因為父親的關係是他們對他的世界上 這樣也很合理的 有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很好笑 難道有很多小孩子 因為你不可以對他的世界上 其實這個設定好像已經說了 他們不會長時間逗留 以前一家人都經歷過幾次這些遭遇 在第一話搬家的時候 他已經有說 然後 當他媽媽和阿姨在說 那些傢伙要搬去哪裡的時候 小宇已經說了一句 不知道他住不住一年 即是他一早就已經說了 小宇其實是太內來的 是啊 太內外傳 女版太內 而且這本書 雖然父親到處走去做不同的文物修緝 其實這本書 以我的感覺 反而是他和媽媽比較親密 我感覺這本書 其實和夏達自己很相似 所以我也覺得他和他媽媽比較親密 而他覺得他媽媽的強 甚至乎在第一期翻外片的天府 都有說過 就是無論媽媽去到哪裡 都有一些很有錢的賓客 遠遠這樣到來 就是要把東西拿給媽媽鑑定 或者收服 這個就是 他媽媽 就是小宇媽媽的那個 長處 他這麼像那些RPG遊戲裡面的鑑定者 你一定要鑑定那張寶物 才能用到 玩遊戲的時候 所以你無論不辭千里 你也是要找一個鑑定者出來 那 但我 講開媽媽 媽媽 的身分 就好像太太太這樣說 就是一個文靈 都好像有些做收服的 你太太說 虎的那個 張子 他也是要修補 收服的畫 應該是那幅 老虎的角畫 應該是 但其實 爸爸媽媽的氣氛 就不太多 反而 經歷的事件 就是小宇 但最搶氣的就是 我們剛才說的 沈哥哥 初時他出場 你覺得只是 四元門一邊 即是隔壁的 風鄉那家人 那些 就是這條村 年紀稍大的 青年 我覺得是L 形象上也有點像 有點像L 有點懶洋洋 懶散的感覺 但 真是深藏不露 到了第二期 基本上他 好像已經救了小宇幾次 後來就發現 原來他是中華流裡面的 因為隱世告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 對 師弟姬說了 他除了救了小宇 另外 那幾位浸親的村童 都是被他們所救的 還有 村民其實很多都了解 或者是他們傳統傳下來的 智慧 不能夠觸犯某些山神 禁忌 那類的 那 有些事件他就知道 這些小朋友就不聽話了 所以他都 雖然提了 但知道你隨著有出事 又一直在做一個看守者的角色 那 等你有事的時候 就出手來幫他 順便做一個教導的工作 即是 後鳥 有一個故事來講 都是山神 都是因為 那些 跟著後鳥 或者是形象像後鳥 跟著後鳥 遷移的 時間 遷移的 像是 遷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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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些籌碼 雖然那些籌碼 不是來自 小月本身已經有了 就是 因為他本身已經是 新一代的 現能者 是嗎 還是 現能者 是的 現能者 成計了太公的身份 但是 為了保持 小月 這個無辜 羅里 的 角色 他永遠都是 處於一個 知不知 被夢在鼓裡 那些高人 不會說得不明白 在探索世界 期間的 角色 所有細顧 或者 一些 操縱 一些 講數的事情 會交給沈哥哥 所以我總是覺得 小月長大了 就 隔 可能會 有點像沈哥哥的感覺 這段其實 都 講 剛剛是 抽收的季節 村裡面其他村民 都在 忙著 收割 那些 但其實他們看到 這些候料 其中一兩個 年紀大一些 都會講類似 他們都知道 不是只有沈哥哥一個人知道 適生神請客 這個典故 對 在這裏 帶出 其實 這個世界有很多 潛規則 要 你經歷過 你才會理解 或者遵守 小朋友 永遠是 會 衝動 冒犯 天真無邪 不打不撞 就 犯了規 講這個沈哥哥 我總是覺得 他雖然表面是沈哥哥 即是個年輕 但內女 其實是 拿著把牙爛 其實是另一個人 我總是覺得 最後他會開股 我期待他就是 紫宇的太公 難道他就是背著有金龍的人 對 我覺得他是去太公 背後 都有 少少的暗示 小宇 有一段 經常見過爺爺 我不知道是否想暗示這個人物 或者可能 在其他更不顯眼的地方出現過 這樣也未定 因為你剛才說了 山神的故事 他們講到的時候 是沈哥哥拿著 去太公那本書 告訴他 你看看這本書 他就是 這本書的人 的後隊 普通人 其他人 他本身不知道這本書 連阿紫月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為什麼這本書 會去沈哥哥 我覺得當中有很多 顯示都說 這個人 就算不是太公 他都會是 跟太公 有和物質關係 可能是太公 太公 太公 我沒有理想 這麼壞 他自己是太公的屎生子 我覺得 搶一枚 沒有被婦女說 好像 阿 死了 那個 聖太郎說阿公 不是啦 肯定是 哪有partner 看到自己的情人的後代 有一種很觸景相情的感覺 又想照顧他 又有些羨慕 那種感覺 馬上通了所有的計劃 小貝你是不是走錯節目了 雖然都是一號播放的節目 但你應該是 但除了沈哥哥之外 之後還有另外一個角色 你可以當是 這個 妖魔界的審可 古柏 對 即是往後 這個角色 不知道是不是 作者夏達自己很喜歡 出完又出 出完又出 我最初以為他就是 其中一個單元的其中一個角色 後期無端又走出來 好像 做了一個引導者 指著他去經歷另一件事 我覺得他壓酒飲 那段很棒 說到底就是壓酒飲 哈哈哈哈 他本身屬於狐妖 狐仙 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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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旅行 他們在山上 那些婆婆叫他 叮捉那些小朋友 就叫他們 跟他們說 有人問你 痴不痴 痴不痴 你就不要回答他 但是小魚當然不聽話 劇那段好笑 對 回答他 間接導致苦泊得道 嘩 這些故事這麼像 某一間用中文教學的大學 那些小橋流水 鬼故 喂 你12點走過小橋流水 如果有個女生問你現在幾點 千萬不要回答他幾點 其實間間學校都有 我想這些都是改編出來的 你要跟他說 我吃卡拉B薯片 哈哈哈哈 千萬不要問幾點 成大都會有這樣的事情 他們開我的事 不要手多 去摸我的事不痴 如果不是不討厭 但是每個人都去摸我的事不痴 不是呀 不要走在中間 要走旁 不要走中間 失氣大 就不討厭 每個人都有不同版本 會不會不同故事 每個人都是一個刺不語的故事 我聽過那些有另外的說 即是你走那些 很多龍哥虎哥的地方 有人在後面叫你 你不要承認他 哈哈 又是另類似的故事 所以呢 常常都說香港人沒有禮貌 不是呀 香港人是怕鬼而已 哈哈哈哈 無緣無故在街上 有人叫自己 當然是走啊 走那些人 有人問是去不去的 哈哈哈哈 不要理他 不是呀 通常都是問去不去的 不要理他 但小月就很不聽話 是啊 但他間接 但這個虎婆 其實原來都不是壞人 雖然是妖怪 但不是壞人 為了感謝他 幫他 即是叫出貓 即是叫出貓 即是 人不太明白 即是他怎樣幫他出貓 我又看不明白 不知道 那段我理解就是 應該他 本身要幻化成人形 是需要長時間修行的 但如果 就是透過剛才說的方法 有人承認了 你就不需要靠什麼 可能五千年功力 你就可以促成 下載了這招 妖法 所以他為了 多謝小宇 幫他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就邀請他去看表演 即是邀請了他 去哥哥 岩的婚宴 殺生丸 即是 不是 應該是許文強 搶 搶新娘 搶新娘 我經常承認他兩兄弟 是犬爺差 那些人 這個故事 其實當中有很多事情 我都覺得交代得不清楚 究竟 那個女生是甚麼 和他有甚麼關係 為何要去搶新娘 又 為何他不可以說話 然後又有些曖昧的三角關係 為何要透過子宇才可以 說得出他心裏 那些說話呢 子宇是誰 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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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宇才可以說話 他原本說不能說話 可能他剛剛看完《風神記》 所以想到這個子宇 原來中間有很多 他其實有很多故事 都是有很多細節的事情 沒有交代過 要看得很辛苦 我們就有點像小宇 看著這個奇怪的世界 我們有太多不明白的事情 好像登上你們不明白 但這個我覺得是 有一點風格之一 他不是交代得很清楚 但是 他就是吸引你追下去 單元和單元之間是有關係 但就不是非常緊構的關係 只是一些很微妙的 很微細的角色穿插 或者是一些互動 小小的互動 我覺得都是這本書的風格之一 另外剛才說了 這個虎柏在之後 想出現一話就沒有 因為他之前的單元全部都是這樣的 是啊 但是他之後又再彈出來 中秋賞月的故事 應該是第二次出的 讓酒那段 話說是小宇一家人就準備過節 隔離親戚 又送了情酒 鄰居 又送月餅 又送酒 那樣 爸爸媽媽做事 小宇就自己偷酒喝 喝到醉了 然後就在蒙蒙蒙之間 看到有人想偷東西 偷了情酒 有偷酒嗎 虎柏就是出來想拿酒的情酒 然後被他當場捉住斷正 即是沒有喝到 因為虎柏是來人間拿酒去孝敬 他不是孝敬去騙酒 也不是的 他是負責幫那幾位老前輩 老前輩去準備 還有他去到都要倒酒 是事後他們 其實那個關係似不似現代社會 這些年輕人 肯是不想跟老人家親近 但有時候基於責任上 大部份人更加選擇 就逃避了他算 但是虎柏就逼於無奈 都去遵循這些規矩 我反而覺得他知道 那幾個老人家有些好事 我現在去侍奉你 看看他有什麼方法 他當中騙你的好事回來 他有提計劃 但他騙他的好事回來 又不是自己落袋 他是送給小宇的 因為他其實是 他一早就看穿了整件事 我找不到酒 那就沒得交差 但我如果 因為他本來想著 偷偷拿了小宇程走就算 但被人發現 算了 你發現了 交換了 你給我之後 我一定有方法 可以拿回程更好的給你 那就造成這個條件交換 但如果小宇不發現 他每天都不需要 去拿程靚酒 還回給他 這件事就是這樣 但我看不到他的程酒是怎麼來的 那一格實在 你看不明白 那一格也是很忍悔的 也蠻忍悔的 不知怎樣做到 先講過程 虎伯就要給程酒幾位老前輩去賞月容 接著在過程之中 因為答應了要還回另一程酒給小宇 他就出了一些口術 幾個老人家就談了 這程酒不漂亮 這樣那樣 然後虎伯就跟他們說 不是喔 這個是村裡最好的一程酒 店舖的老闆還叫孫女來做人證 要你們去讚他 說多好 知道你們認同這程酒 然後呢 他說 你們不認同嗎 你們不如叫老前輩領些更好的給我 對 鎮長說 這程酒已經是最好的 如果覺得不好 根本就是你不懂得喝酒 除非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出來 去告訴你 我真的想賣酒也可以這樣賣 這是激象法來的 可惡啊 怎麼會要 我怕你的客人 在你面前 就做 做一程漂亮的酒出來 這樣就對了 不如一起喝了他 但是他是靈王發爛爪那種 他就做些熱啤給你 那就敬他自己喝吧 其實 後來幾位老前輩做出來的 那程酒就是用類似的方法 他們是吐出來的 對 我覺得他好像吐出來的 因為最後那程酒上面 有一條 爸爸以為是心騷的東西 其實是他們的狐騷來的 就叫做整件事完了 即是 虎柏又交到差 之後又可以給程酒 小耀他們家人 其實就不是 但是過程中 他們上月 令我感覺到 他想寫一個 和時間經歷有關的故事 嗯 都有一些 其實 你想一下 他們上完月 基本上 人 但是 小耀回家 又上一次 其實 時間是重疊的 即是 小耀看到 另一個世界的時候 走了 然後再回去 越本自己的世界 就好像時光機 那樣 進入了精神時光 可能那個時間 去得快一點 那 這裏都有些鬼 鬼異的地方 不過 如果你剛才說這個故事 我反而喜歡第一期 不是說影的故事 原來是叫木芙蓉 對 即是說芙蓉姐姐 哈哈 慘眼睛看不太拍電影 對 因為 那個故事就是 因為我看第一話 其實就覺得這個故事 一般 即是這本書其實一般 直到 看到這一話 應該是第二話 咦 原來這個故事也不錯 他講 木芙蓉 就是講的故事 就是 因為那陣陣附近有人在拍電影 補充一點點 影 影 是第三話 影是講 浸親的故事 對 因為 就說傳說有一個 縣官 即是本來是京官來的 被人叫少伯 被人扁了 去這個鱗子鎮 就去做一個很斜的一個官 即是守水堂 對 本來釣了去守邊界 守水堂 那 結果 他在某一次 就 在個井邊那裏 遇到 即不是遇到精子 符容妖精 就是遇到這個符容花精 這個符容花精 是很漂亮的畫 很光的 即是他周身都是閃光彈來的 會戳到 那些人眼睛很痛 但是 他見過那個符容花精一次之後 之後 然後 京城那邊 即是朝廷命 想調他回去 就覺得 其實應該是冤枉了 或者不知怎樣 他就說 我不回去 因為他發覺 他自己愛上了這個符容花精 但是 其實自此之後 他沒有再見過符容花精 即是他只是見過一次 之後 其實他有說過 即是在這一句話裡面 到最後他有說過 說 沒有所謂 見過一次就已經很久了 但我已經不想離開這個地方了 而 而 在這一次的 即是在現實世界裡面 這麼巧 小雨 都 遇上了這個符容花精 其實很有趣的 這個符容花精 就是 小雨 很貪婪地看 不停地看見這個 姐姐很漂亮 不停地看 跳舞 這樣 然後 後面有人掩著他的眼 那這個是誰 其實 如果深水清的讀者 都猜到 這個很大機會是 沈哥哥 因為他打了黑影 他沒有說是誰 然後 就說 你不要看得那麼貪男 因為 會灑傷你的眼 到第二天 他以為自己發了一個夢 即是小雨 以為自己發了一個夢 但其實呢 他的眼睛很痛 即是說他應該真的看過那個符容花精 而那個符容花精 亦都有一段獨白 就是說 其實我的存在就是要讓你們看 如果沒有人肯看我的 其實我都沒有生存 即是我沒有存在的價值 即是我覺得這一段其實很漂亮 即是整體那個故事的感覺 因為我反而喜歡他說另外一句說話 即是說 即是 你們這些人明知 明知 你承受不了我的美 明知長期看我都會削傷 為何還要這麼固執呢 我反而喜歡這句 整個故事是很淒美 即是但是 即是在大陸他說漫畫才有機會表達到 因為如果你將這些 拍成電影 是不會審批的 即是他說你 即是宣揚迷信啊 那些什麼 我在大陸拍戲 完全不可以談及鬼 只能很隱悔 或者是拿來搞笑 即是看大陸的劇 有時候這樣才能出得到 所以 即是我看完之後 有一點點感動的地方 還有他當初呢 其實見到 富翁姐姐 那兩個婢女 我想起了 他就答應 最後會幫他們 哦 另一個故事來的 不不不 是那個來的 即是幫他們調回 不要被太陽曬著 是的 小魚最後也有承諾 即是幫他們去 移回去 我想 剛才木芙蓉那個故事 如果被香港麻煩改編的話 他對白呢 我們覺得很漂亮 我們對白做變了 看什麼看 沒見過女兒 哈哈哈哈 不是啊 我有另一個想法 為何阿狼會覺得這一段這麼感動呢 因為 那個木芙蓉 就是肥娘 哈哈哈哈 而小魚就是阿狼自己 怎麼了 我是這樣 我是改圖的 我是貼圖的 我是斜的 你們都要 好像燈鵝撲虎 我這樣撥過來 真的沒辦法 但是我的存在 就是為了 讓你們貼我 哈哈哈哈 我當時也叫了 你不要給錢買 你都走去做 燈鵝撲虎 你們這些人 哈哈哈哈 我還以為你想暗示說我 在影蛇 在香港沒見過美女 哈哈哈哈 其實 剛剛阿施迪說 影的故事 是我不喜歡小魚的故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 究竟是夢還是現實呢 我們是不知道 可能是現實 但他以為自己是犯夢 但是呢 他不是看到有條大魚在 在那個影 魚的大魚的影 在那個河底裡面 然後他就 知道 有危險了 準備要走 然後他就開始哭 其實那個朋友抓住他 又問他什麼事 為什麼不叫他們一起走 他是應該要叫他們一起走 那時候他不是 他是 不是因為 知道有危險而走 他是突然間 那個人很害怕 他有一點點 嚇傻了 嚇傻了 好像撞鬼 他不會理他 身邊的人跟他說什麼 他就知道要離開這個地方 要回家 喂 如果是這樣的話 譬如你有一種很害怕 那你應該是要跟你的朋友說 不行 我很害怕 這裡好像會發生什麼 他要走 他怕到那個地步已經是 看不到 還是覺得 不理 但是他是 拍著他的肩膀 喂 你幹什麼 然後他拍開他的手 然後就閃 我想起Ethan潤怡裡面其中一個短篇 雙一跟同學走了去沼澤那裡 即是水池那裡 去游水 裡面 走了一隻怪物出來 然後他同學扔下水 就走了 所以 連成年人都這麼驚慌失措的情況下 你又不可以掛一個小女孩 是 沒有了理性 很難去分析 有些這樣的反應 對 你怕的時候 最好就是 隻鬼捉住你的朋友 就 拖延時間 自己走掉 或者喪屍片 本來 一下子 踢開 女朋友 自己走了 經常見到這些劇情 我剛剛看了 一篇文章 講開鬼鬼鬼 即談論什麼鬼鬼鬼 其實就是反映一些社會現象 其實就是為什麼你見到鬼 Totally 遇到一些詛咒 他那時他的經址 第一個 第一集結局他哪個 idol 就是把名帶給父親看 就是把魔咒轉移去 他就說 他就說 其實很正常 平常上班的東西很不想要做 你也跟仲 zitten說 把他們拿過去吧 就說他道理一樣 其實 fled embassy 其實並非喜歡自私 即是人在這個危機之中 就會有一些反映 即是人都是自私 這些人都是自私 不如說一下這本書有趣的地方 除了故事之外有沒有什麼令你覺得很吸引 我覺得最吸引的地方其實就是 用小語的眼睛去看世界 用貧語的眼睛 你小心有三菲芝 三菲芝是爛口的 他看到的東西除了他之外 只有沈哥哥這位 世外高人 也可以這麼說 先天外飛 才知道 所以我剛才也有說過 我覺得長大所的小語會有些 會接近沈哥哥的那個 形式 我蠻喜歡他的畫和故事 除了剛才冰芝說的 覺得像蟲絲之外 還令我想起當時看暗行與史 頭的幾個行本 都是類似的形式 用很多單元故事 講出很多民間傳說 或者古時一些妖怪的故事 比較妻美的故事 能夠成功建構到一個他獨有的世界觀 我自己喜歡的不在於他的畫和故事 兩樣都不差 但是我喜歡的是他 他人 我不是冰芝 冰芝說了他喜歡的人 那你就是 司迪說了他喜歡小語的轉變 最重要是小語 對眼睛 對眼睛 我其實喜歡他背後 透過那個作品 去講出一種保育的意識 其實 他本書裡面 因為 我們一開始第一節有說過 這本書你理論上 可以理解為下達的一種想法 即是你不像《龍夫門》 其實沒有胡家寶的想法 但這本書是有下達的想法 譬如 他自己經歷過一條河滑到 其實就是來自影的故事 即是原形 就是 那條河滑到 已經令到河底的河床 有很多暗漩渦 每年都會有兩個小朋友 因此而死了 他將這個故事 在故事裡面 即是他自己的經歷 在故事裡面 就會變成 其實人和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就是一種平衡 共存 如果你 拿走了一個平衡的話 其實 一度自失衡 其實大自然會懲罰人 另外就是 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 小語的爸爸媽媽在對話 就是 上頭的錢批下來了 另外又跟我說 想在這裏建一個 不知什麼 變成四星酒店 變成一個什麼名姓 杜家村 就是諸如此類 其實這裏都在說 中國的發展 在這近 譬如下達的小朋友年代到現在 應該就是三十年 這三十年 他二十九歲 那中間應該沒有三十年 那他成長就是三十年 你實在說得太狠了 為什麼 不一定要幫美女說話 那他三十歲 有什麼問題 那就是 那種發展智常 將所有 他爸爸都說了一句 究竟我做了這些事 我是保護他 還是摧毀他 其實是 是很 很反省 當然 香港不是沒有這些人 其實小黑的作品 都是在說這些 就是維港巨星 其實 如果下達別有 由小黑去說 紙不語的話 其實這些人就會變成 沈哥哥就會變成維港巨星 不是 沈哥哥會變成龍貓 不是 我覺得是 虎帕 虎帕應該就變成Panda 那他就是Amanda 他就跟我們說 你是不是龍貓 有沒有貓巴士 其實整個故事 譬如 好像 剛才說 小玥幫那兩個竹筍 那個竹子 去擺好那個位置 其實都是一種保育的意識 然後那個工匠 也說出了一種現實的殘酷 就是手作仔已經沒有人做 就是去到他這個老伯伯的這一代 環保之餘 都還有 保育 舊 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的意識 對 就是 說這些 修復的那種雕刻 或者其實 跟那個靈魂 因為之前不是說 一直都說 如果這些古建築 就算 被你再復修都好 已經沒有靈魂 因為 原本製造他那個人 已經去到不知什麼年代 已經死了很久 那他是拿不回那個靈魂出現 而且建築物的功能沒錯 是啊 所以 這一大段 或者不同故事裡面 背後的那些中心思想 都是其實說回 對於這個 大自然 或者一種 古代情懷的一種關懷 以及一種回應 所以 不要只是看著他 那個來歷 他在日本 有什麼可以出道 其實他的故事 是很值得 慢慢咀嚼 尤其是他每一畫之後 那個 算是製作的筆記 還有一點 其實 為什麼我喜歡 小玉的眼睛去看世界 就是 小玉的心 不會 將妖怪 打成 這個 壞人 就是 他在眼裡 妖怪 或者鬼神 都 只不過是 生命的一種形 好像是他新認識的鄰居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他沒有偏見的態度 是令我看得很出來的 其實他這個 這麼豁達的態度 就是 現在中國政府需要學習的 不要一寫這個題材 就覺得 有什麼鼓吹迷信 那些 那些 我覺得 剛才說了 如果在香港就是小黑畫 這個故事 因為日本的就是高橋流 未知畫 小玉的 跟妖怪 變成好朋友 跟著就格鬥 或者 之類 然後 為了說 巨星 然後打 Panda Amanda 不過 在開米之前 剛才跟阿冰姿 都討論過 這一本書 有一種感覺就是 很慢 慢到 那個節奏 很慢 很慢 就是 沒有什麼高潮起伏 這個故事 你不會覺得刺激 或者失落 純粹是一個 很平淡的過程 其實 我自己一般的這本書 一般的 最主要是 比較慢 但是 當然 慢有它的好處 慢就是 令你感受到那種鄉村生活 就是 整天就是 嘻嘻 沒什麼做 去溪邊游水 捉一下 就是 跑山 那些 就是玩這些 鄉下小孩子 就是整天沒什麼做 那 其實 就是 他很推出這種感覺 就是 可能 聽眾 或者 我們 小時候 可能 回到大陸 回到鄉下 都 偶爾會感受到那種遊行氣氛 那 其實他很推出到那種遊行氣氛 那 我自己為什麼不太喜歡 就是 比較慢一點 還有 畫 我不是很喜歡這種畫風 還有 還有 郭基奇 可能他出的妖怪再多些 搞過 舞鬥大會 可能你就會喜歡這種風格 那種風格 不 沒關係 是 不知道 很難說 如果出多幾個故事 就會變成一本白鬼小當家 哈哈 還有 不是很喜歡小魚 嗯 我挺喜歡的有一幕 是 他同學罵他 就是 哈哈哈哈 因為不喜歡 所以罵鬼 罵他 我喜歡 為什麼呢 就是 其實你為什麼可以 你看到小魚這個人 是很pure 捉蛇的同學 很pure 很無邪 這個女生 很clean 所有東西很clean 但這種clean 其實是因為你受保護 你不用去做些髒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監視純潔 因為有家人 對你的經濟有保障 對 就是他同學捉蛇的同學 就說 我捉蛇是為了我的生活 我要賣出去 你跟我說破壞環境 那我不捉蛇 你養我 誰養我 就是 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都是一個對讀者 一個reflect 就是 你見到他 或者你覺得 這個女生很純潔 很可愛 其實是 這個人公仔做出來的 純潔 就是 真正 天生天養的孩子 不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這樣說的話 其實這個故事 是不完整的 就是有前後矛盾 因為第一期 他跟他的女同學 就是說 他幫他解釋 他解釋 所謂大自然平衡和失衡 就是一個人吃捕魚 就是為了衝擊 這個其實都是大自然的平衡來的 但是如果你亂捕 捕多過你需要的魚 或者是拿來大量捕魚座去賣 那這個就會令到大自然失衡 但是如果有這樣的理解的人 是不應該會發展到他後面 就是你會對著一個捉蛇的人 去挑剔或者批判他的一個位置 就是有些東西似乎都是不夠完整的 他批判 他就是說他的同學 就是他覺得這樣是破壞大自然 但是他都應該理解 如果他是為了要賺食的話 他這一點是可以接受的 我想也是因為他比較小 就是其實 他可能明白到那個大自然生態 但是他不明白社會生態 呂班長有說過 自己主要是因為土焰蛇 所以他就產生了一些前後矛盾的理論 還有他裡面所說 即是這個...蛇王什麼啊 這個同學 蛇王斌 蛇王斌 即是 他說的小雨是對的 但是他自己做的行為是犯另一個錯 因為他對蛇其實有一種怨份 他已暴殺到超過了他才餘悲 他只是說他是賣 是他賣 過程中他有一種弱勢的感覺 他很討厭蛇 他覺得自己的家庭人亡都是因為蛇的詛咒 他當年父母出車禍的時候 同一時間在他的家裡 牆上起了兩條白蛇 就殺了 覺得有這個詛咒 結果父母就死了 他聯想到是因為蛇的關係 但他沒有想到後來他婆婆說回蛇 白蛇其實是一種祝福 有這樣的意義在裡面 我試一下也說一下 上一次第一次說美曼 我們第一次說中國內地的漫畫 中漫 國漫 我們都看得不多 我之前看過一本叫趙英傳 另外一本叫青水彩鳳 感覺也有點像 很慢 那種感覺就是 我剛才吃飯的時候跟冰芝說 中國的漫畫家 如果受到外地的青睞 就像電影一樣 像張藝謀的電影一樣 他有一種固有的特色 就是一種很慢 很鄉村 很風土的人情味 但如果你要他做回主流的事 他們會做不到 我感覺就像張藝謀的電影 不要拍商場 譬如夏達就不要畫滿城鎮大黃金甲 我會這樣想 拍敵人傑也不行 通天帝國 他們適合畫這些 這些也是你其他地方的人 很難畫的 即是香港人 即是香港人是畫不到的 日本人畫他自己那些 有鄉土情懷的漫畫 都跟我們看這本 紙筆魚那種鄉土是另一種味道 所以這個是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漫畫 都難的 因為日本 未成功的張藝謀 即是日本那個 未打入國際 編輯制度已經是非常成熟 即編輯是會追著主筆來 砌稿 影響創作的路線 對 他覺得 你寫這麼慢節奏的東西出來 即是讀者不接受 但反而你隔了一重 在外地輸入過來的話 他們就會接受 其中還有一種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 其實他的畫是很中國風的 即是 相比起 因為如果譬如剛才說 松詩 或者說 喊木有人將 這樣 他就算怎麼說 都是日本本土的東西 即是他是銷售他們 日本的建築 日本的鄉村 那日本的鄉村 跟中國的鄉村 可以很不一樣 即是這件事一定是 對於外國的 中國特有 對於外國人來說 一定是有一種 吸引力 還有我自己有另外一種感覺 就是 因為他原本也是中文 即是 夏達畫這個故事 肯定是寫中文 我斷猜他不是寫日文 而且都是由 左 讀到右 這本書 我反而不習慣一些 排字的方法 因為我真的習慣了 由由讀到左 因為無論講漫日漫 都是這樣的方法 但由左讀到右 會有點辛苦 但我喜歡的就是 他不需要經過一重翻譯 所以他用回原本的字 你會知道這個人 究竟用什麼字 他用的字 有時候做一些 排句 或者對偶 都做得漂亮 不是很難說 如果天下出的話 可能 真的拿回原本 拿回原本 也不頂 但因為這個是 浴機版本 所以他無需經過一重修飾 或者重新再改變 就可以比較原汁原味 去看看 這個作品究竟是怎樣 只需要在Word 把簡體變成繁體 這樣就搞定 就可以存關 字體也不用轉 暫時 這兩 只是出了兩期單行本 但都很 很欠看 日本出了三 日本出了三 不過我覺得 你剛才說的 左讀和右讀的分別 我又想說一下 他最初連載時 他是寫中文的 是 他在大陸連載先 應該都是橫寫 我不知道他寫Baloon 是 畫圈是用中文去思考 還是用日文去思考 直寫還是橫寫去思考 我發覺 Baloon 很多時候是適合直寫 不適合橫寫 變成有些比較窄身 長了些 就排落 好像一行只有兩三個字 就看得很辛苦 這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畫的時候 已經想到 因為我會推銷去日本 所以就畫成這樣 Baloon 可能是純粹自己的習慣問題 可能製作班底的 製作習慣也有關係 他畫習慣的 Baloon 不斷上下帶 我們都分享了40分鐘 不過你還有一本 他之前的作品 這本是挺有趣的 但留給聽眾者看 因為其實還未出香港版 就是一本叫同類的下達 短片 比紙筆語更早 早一點 這本真的是少女漫畫 風格真的完全不同 紙筆語也是少女漫畫 紙筆語比較沒有 少女風格比較淡 我又覺得 這本同類就有點像是 娜娜 不是 早期畫風是像摯愛 但我覺得 經常都說 什麼是少年 什麼是少女 我覺得 很明顯 他的畫風 各樣東西就是少女漫畫 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們覺得 有愛情的就叫少女漫畫 沒有愛情的就不是少女漫畫 少女漫畫也很多沒有愛情 我覺得 是否就是 經常都是 我就是最 不爽就是 你經常都覺得 我這本沒有愛情元素 沒有我們不喜歡的元素 沒有我們不喜歡的元素 這個就是 沒有少女漫畫風格 就不少女 有 我不喜歡 就畫這本少女很多 即是 是不是一個貶義呢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但是直覺我真的覺得 至少我感覺上 他不是要拒絕男讀者 那些風格 我這樣說 算不算 可以一個解釋 沒有關係的 今晚的論題 並不是 什麼叫少女漫畫 對我們 不要在論題上 花時間 即是 我覺得 這個會是 會是一個 即是 限制了 限制了少女漫畫的 那種 那種 即是會不會 我找到 少女漫畫 又不是 即是 不熱血 又不是 即是 不是銷色情 暴力 那我就說 這個沒有少年味 那行不行 即 都不可以這樣說 可能我直覺 將他歸類是 公其進那類 公其進好像 就沒有特別要 那動畫 是動畫 漫畫 是漫畫 不是 老實說 我就覺得 這本書 是一本少女漫畫 即是 我會這樣理解 那 為什麼我不可以看少女漫畫 我幾十歲人都可以看少女漫畫 不是啊 我就是覺得他們 男人老狗體少女漫畫 就好像很 即是我覺得如果是這種 純粹是這種 心理的屏障 即是心態 即是為什麼要說 他不是少女漫畫 無論如何都好 他也是一本少女漫畫 即是 無論他畫成怎樣 就算 除非他畫 即是轉了畫風 轉了畫風 轉了畫風 變成小黑 哈哈 即是他可能 即是他可能轉了 即是你說 那個畫風差很遠嗎 他是畫的有進步 但畫風沒怎麼變的 而故事那種模式其實都很少女漫畫 那我又不明白 為何你們會覺得不是 我想有時是 即是我 我固然不能夠代表阿朗 或者斯蒂克或者冰姿去發言 但我猜的是 其實有時都會涉及到 可能是一種 即是心理的關口 即是特不特地 其事 所以會 有時會有些 亂鬧 絕對不關其事 哈哈 這樣吧 那 不覺不覺都過幾小時了 今晚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喂 買了雷曼沒有 哈哈 還沒買 那大家如果 想知道雷曼究竟是什麼 我還沒說 我還沒說 只不如 只不如 繼續討論的話 就可以去到留言板 今晚的時間就到這裡 那下個星期就 繼續 10月8日 隨便吧 會不會有直播 總之 再想 沒有想 再想 等 教好條線就有了 好 今晚是這麼多 拜拜 拜拜 拜託